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上次 你为敬畏你的人受保留的验证 是何当风声 和行为第31篇 这两句话可以对我们今天要纪念的 雷永明神父的一生可以说是很铁切的 因为雷永明神父,珍福雷神父 他的一生都是敬畏天主 而且因为这个缘故 天主给他的恩责是很丰富的 而且因为他的缘故 他给了我们教会 尤其是对我们中华教会的恩责 恩责他的缘故是更加丰盛 因为他差不多一三个时间 都奉献了为这个翻译、圣经成为中文 这个现象我们差不多 无论是香港、台湾、大陆、海外 另外我们教会所用的圣经 都是用这个诗歌圣经学会的圣经 而诗歌圣经学会就是雷永明神父所创办的 雷永明神父创办这个诗歌圣经学会 可以说从他新神父来到我们中国 就已经有这个目标了 因为他1931年来我们中国的时候 他来到我们乡下湖南幸远的地方 他做了修养院长 没几年之后 他就自己很勤励学中文 半年之后 他就已经可以用中文讲道理 听告解了 后来他就想看到我们中国 那么多年 那么多华人的教会 中国人都没有一本完全的圣经 所以他就立志了 要将圣经翻译成中文 那么后来他就创办了这个诗歌圣经学会 那么去到北京 去到北平 当时的北平 去到诗歌圣经学会 那么他就差不多 他的一生 可以说天主很奇妙 使到他一生 将整个圣经新药啊旧药啊 翻译完了之后 那么就 天主收回他 那么巧啊 所以这个是这一生 女神父一生 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恩宠 因为他也是我的英人来的 也是我的神师 因为我的圣经 都是因为他的缘故 我们得到这个圣经的 不然我认识女神父 本来他应该是 在我们湖南乡下的地方 但是他来我们湖南乡下的地方 我们也不出生 但是我们来到香港之后 我们逃难来到香港之后 才知道有位雷神父 在我们以前在乡下传教的 那么我们就有机会去接触他 那么当时他的诗歌圣经学会 就在经历地道七十号 七十号只是他那个诗歌圣经学会的位置 我家里的人 我爸爸和我家里的大佬和姐姐 带着我一起去探访他的时候 他的印象给我们是一个很良善 很温和 而且是一个很磁场的一个神父 他说话很细声的 很细声的 当然跟我们说 有时候他说几句湖南话的 我们的乡下话的 但是因为他在北平那边有几年的时间 所以他都是说普通话 那么他知道我有意思 药修园 他就慢慢想办法 他出了我写封信给他 先看我药修园有没有胜兆 后来慢慢跟他谈 他就对我的辅导 慢慢慢慢他就觉得 可以介绍我药修会 或者什么 那时候是白英旗主教 做香港的主教 因为他跟白主教也是很熟 听话白主教是请他做神师的 因为雷神父 就是很多神父 很多修女 都是为他讲秘证 为他做神师的 所以雷神父 他除了在诗歌圣经后会之外 他的一生都是为香港教区 为修会 为神父讲秘证 很多人都做神师的 并有的 只要我药修园的问题 就是1953年 那时候 圣神修园不是香港仔的 圣神修园是西贡 圣神堂上山上的宋真中学 后面那间小屋 圣神修园在那边 好像四八年、四九年的时候 是那边成立了 后来就定了 那时是江智堅神父做院长 麦耀朱神父、李云基神父、刘温顺神父 三个神父 他们在1952年 圣神父之后 都是那边做副院长 还有教我们拉丁闻的 我们那时日修园的时候 我记得是1953年八月 八月过着圣母星天节之后 那星期到 他和李兆峰神父送我日修园 他和李兆峰送我日修园之后 所以后来有机会的时候 他都去西哥去探访我的王 我有放假或什么时候 我又去经历地道 去诗歌圣经号会去探访他 因为这样的缘故 诗歌圣经号会每一次 出一些新的圣经书 第一本就送给我的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 第一本送给我的书是《圣闻札》 第二本就是《梅生五书》 所以我一看到这两本书 在修园的时候 就常常看这本书 《梅生五书》里面 很多讲天使的故事 所以我就开始写东西 我那段写的文章 投稿给澳门的神戏 每一个月有一篇 《圣经中天使的故事》 很有趣 所以从那段开始 《梅生五书》里面 她鼓励我 多看着《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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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知道我又喜欢写的东西 她也鼓励我 她说 你如果要买书 你告诉我 我可以买书给你 你没钱 我还想办法 我想办法 她说每一个神父 应该自己都应该有一个小小的 好像图书馆那样 她自己本身很喜欢买书 她自己藏书有很多 她无论在什么地方 她都很喜欢去看书 去买书 所以她在《圣经》后会的时候 她都带我去参观 他们工作的地方 翻译圣经的地方 那时候有刘树堂神父 李小峰神父 还有她的学生 李氏玉神父 还有很多其他神父 我那些名字不记得这么多 陈为童神父 但我都很熟悉他们 因为我在那边看他们 顺便在那边吃饭 那些神父一起聊天 所以跟他们关系非常好 那么就一直到我姓神父 她有机会的时候 就参观我 我有假期的时候 也是参观她 但是她有一件事 我去《圣经》神经学会 她住的地方 是她的《圣经》神社会 屋顶上面 一个小小的房子 是屋顶来的 小小间 所以我要想想几层 他们不是神父 下面那些漂亮的房子 是一个很小的屋顶房 她自己是一个人在上面独秀 所以每一次我去那边 她都会说 你坐在上面 你想去找她 可以了 那么就跟她聊完之间 之后她就带我来 叫她带着神父 所以就跟雷神父的关系 就是很密切 她是一个神师 英人 还有可以说 很关心我 培育我的圣族 是很大的功劳 这是我对雷神父的一些回忆 所以当我升神父的时候 1964年6月27日 我升神父的时候 她又特别来参加 就是当我升神父的时候 做我的神师一样 做我的好事是代父 就是升神父的代父 她又参加过升神父典 特别做 那时候她又帮我 好像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 就是我的父母 所以她帮我做父姓友 有些理由她帮我做 第二天在主教堂开手寨 又是她来做 和我一起参加的手寨 最清楚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很有印象的时候 就是升神父之后 那些教友 用我祝聖的和他们 降伏他们 她又用我降伏他们 但是她的榜样 她很多东西不用说 就是我们看到她 她是一个乞讨的人 我们看到她 她是一个好圣人 跟她聊天的时候 那种亲和的 那种慈善的 那种关怀 那你觉得 就是跟一个圣人 聊天的时候 就很紧张 就是她那种关怀 也很亲和 她说的话也很温和 你觉得很慈善 就是她一个人 就是一个祈祷的人 就是我记得很清楚 有时候她跟我坐车 有时候坐巴士 有时候坐巴士 有时候坐车 她见到一圣堂 或者见到奉藏 经过的时候 她就划纱子 她就划纱子 为他们祈祷 所以你可以看到 她是一个祈祷的人 一个祈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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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长大 如果美祈祷的人 不将扶植的时候 那一圣堂 以后都没有办法 划纱子 划纱子 所以她说 如果我们有些毛病 小小小小的时候 就应该要改革 就应该要质证 这些人是最深的 他修得诚性的道理 都是这样的 要从小事开始 这个可以说 对我一生的印象很深 就是从小事开始 从小事开始的时候 就应该要如何反省 应该要改革 改革 这个是最深的 第二个就是 有古兰教太书 学书 所以我又喜欢买书 看书 又送书给你们 因为她给我 这种好的榜样 所以凡有什么好的书 我都介绍给你们看 我买很多书 我送给你们教友 鼓励给你们看 好像圣经 或者其他 我们教会出很多书 好的书 我都是鼓励给你们看 就是这样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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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跟我说过 因为她自己 成立了 聖母母念之心 社会团 那时候她就教我 告诉我 做这个敬礼 每一天 她说我们每一天 每一天 每一个钟头 奉献给姓母母念之心 在这个钟头当中 你看书 祈祷 做事 总之你说 将这个钟头奉献给姓母 你做得好些 当是奉献给姓母 那就已经够了 没有其他这样的书 你可以祈祷 可以做事 但这个钟头 是特别奉献给姓母母念之心 他有时候都带我去圣堂祈祷 他们有个小堂 在基尼地道七十个小堂 圣堂里面 圣母圣心的像 圣母圣心 他都给一个圣母圣心 圣母圣心的像 圣母圣心的像 给我的照片 其实那时候 他很热心 他有空的时候 就去圣堂祈祷 你知道吗 而且 这时候有几副照片 就说 在基尼地道的时候 有时候 他在七十个小堂开尼萨 很多时候去加勒萨 那时候 加勒萨的修女 不是姓方的学校 是姓方的医院 在基尼地道下面 他有时候在那边 帮那些生女开尼萨 开尼萨 之后 先回来 接着开尼萨 他有时候落大雨 他一边都连美国经 所以他时时都连美国经 好与深 就是公敬圣母 可以说是 圣母母的之心 特别的门头 他一生是特别公敬圣母的 因为他每一次 有一本新的圣经出版的时候 第一件事就奉献给圣母 所以每一次有新的 例如母生母书 或者是旧有什么书 甚至书 因为旧有八本 旧有八本 旧有四本 现在这只是单单一本 就是旧有全书 旧有八本 旧有四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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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离乎我们不 twist 旧有四本 旧 彗在书 旧有四本 如果基地有五本 mars Diac 这本 新监 现在 看 这本 有八本 旧 其他東西都不見了 以前他送了有翻譯有簽名那些 我也不知道在那裡放了哪一本 但這一本我一直保留 就是1968年他出的 他送給我一本 這一本是你的 他自己沒有說 他翻譯聖經什麼什麼很辛苦 沒有說過 講翻譯聖經什麼什麼 是李士玉上跟他聊天才說的 李士玉上是他的學生 跟了他剩四十多年 李士玉上跟他聊天 正式講了百分之八個湖南話 恆陽話 別人都聽不到 我聽得到 他說你知不知道我們翻譯聖經多辛苦 我們六七八個神父 有時候翻譯一個名詞 翻譯聖經裡面幾句 我們有時候花幾個小時去討論 去辯駁 你有你的意見 我有我的意見 大家發表意見 回到一個名詞 回到一段聖經裡面的東西 要幾個小時去翻譯 翻譯完之後那些稿 看 你看我的 我看你的 類神父自己都是一樣的 他不是堅持說他一定是對的 他翻譯的東西都是給別的神父看 別的神父有意見 大家一起去辯論 去討論 這樣才是最後結論的 所以你可以說 這個聖經裡面 節節金玉 這句話可以放在這個聖經裡面 節節金玉 雖然有些人批評說 這個聖經太過 跟我們中文的那種文化的東西 好像不是完全套的 但是呢 翻譯聖經是要順達雅 有三個 但是它最重要 不是一定要雅 要文雅的那個 最重要是要好順 要完全好語文 要跟著語文的意思 有時候為了語文的意思 是沒有辦法 要好文雅的方法 這麼表達出來的 所以它們寧願 有時候覺得文字上面 不是那麼通常都沒有 但是又達到語文的信 它們又犧牲一些東西 所以不是一個文學著作 聖經要達到天主的話 還有要表達聖經原來的意思 就是女神父的自尊 有些人說 它怎麼可以寫自尊 它不是它自己想寫的 你知道嗎 它不想自己寫自尊 後來因為 因為李士宇神父做院長的時候 是明他寫自尊 他不想寫自尊 他不想寫自尊 去表現自己的意思 所以後來寫自尊 寫得很謙虛 而且它不是自己寫自尊的東西 是寫自尊 寫自尊 說整個 學會裏面七八個神父工作人員 那些經費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都是雷神父那件事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他很辛苦 不過他從來沒有向我透露過一句話 說他辛苦 從來沒有說過 那些說辛苦 是他的學生才說 說很辛苦 很辛苦 我們希望沒有紀律之後 他再封聖 現在是珍福 雷神父 珍福雷神父 後來我們希望 沒有紀律之後 請師父和尊 封聖的時候 是聖雷雷明神父 我們教會 我們中國教會 真是一個很光榮的事 就是要求聖雷明神父 是要求聖雷明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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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年2017年的元旦 我已經跟本土教會講 希望我們教會 每天看聖經三章至四章 如果每天看三章至四章 一年就能把整本聖經看完 是要求聖雷明神父 因為聖經身約和教約 加起來是差不多二千多章 所以我跟自己跟著教約一起做 我自己現在從元旦開始 已經看出二十多章 有時候我一天可以看五、六章 有時候兩、三章 我希望能夠一年 能夠將整本聖經重頭到尾 全部看完 因為這個是讀經的話 如果我們有恆心讀下 從頭到尾讀一次 都是很值得的 我們唐區現在都發起這個運動 我們唐區會長都跟我說 我們要鼓勵教友讀經 如果現在不是元旦的時候 我們中國年年年初一開始都可以 如果教友能夠一年看完整本聖經 我們都有獎 我們鼓勵教友能夠把整本聖經重頭到尾看一次 那麼當然 你如果能夠多看一些 看完整本聖經之後 就看了一些註解 那麼更加好 那麼後來我們有一個講座 有一個分享 每一個月有一兩次分享的時候 你看了聖經回來的時候 我們說你有什麼問題 我們大家一起來分享 大家來看一個註解 看裡面的意思 那麼我有信仰的家宣的一個課程 我每個星期二這個課程都是看聖經的 都是看聖經的 鼓勵我們的教友 我們一起看聖經 一起讀 讀了出來之後 我們大家有一個一個分享 那麼後來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那麼我又盡可能解答 如果解答不到 我們大家一起來又看那些註解 那麼真的很有幫助 很有幫助 所以我們今年是有這個目標的 是 讀聖經、讀經的目標